昨日爆料红人芒果台女汉子发布微博称 李宇春7月9日将会在长沙携手快乐男生全国66强选手参加媒体见面会 发布会内容估计是全国总决赛即将开始之类 随后网络上更贴出了一张疑似李宇春为快男拍摄电视宣传片的文案照片 记者向李宇春的直信经纪人格格了解此事 对方表示我们确实是接到了节目组的邀请 但目前看来时间上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因为春春会有一些重要工作的时间安排与快男直播时间有所冲突 所以现在还没有最终确定是否会参加 但记者也从相关人事处获悉 李宇春加盟快男评委已是板上钉钉的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